见到上日油价做好 布油反弹1% 到113美元水平左右 还有欧洲那方面 就是挪威工人计划罢工 加剧了欧洲能源的危机 区内基准的荷兰天然气期货 就升了8% 到近4个月高位 见到能源价格就持续高期 摩根大通就发表了一个警告 就说如果七国集团 对俄罗斯的石油价格设置上限的话 就有机会触发 即是俄罗斯出现一个报复性的减产 最坏的情况之下 即是他计算了不同的情况 不过最坏的情况 就有机会达到 每桶就去到380美元 这个计算就按着 就是每日俄罗斯减产 500万桶石油去计算 就说对当地经济 就未必有一个很灾难性的损害 但对全球来说 就是一个灾难的结果 好 朱sir 你觉得油价 急升的机会大不大呢 现在是110美元左右的水平上落 是不是能够持续呢 那我首先会觉得油价是 就是去到300多元 其实这个是一个 纯学术上是最坏的假设 但是我会觉得 应该采取一个比较温和一点的想法 就是说我相信油价是会相对比较坚挺 还有就是坦白说 就算是整个商品的周期是完结了的 可能譬如说是旗途或者旗旅 它还未见到一个浪顶了 也好呢 油价都可能在上面会 相对比较久的时间 它可能是去到最后的商品完结了之后 它都未完结了 可能再浪那一轮之后呢 才会有一个下跌的结果的 这个已经是一个最坏的 就是所谓的油价所谓的判断 但是你说如果是比较乐观一点的 其实它是继续浪在上面的高位 其实是很明显的 这个机会率是非常之大的 最主要其实都是从Demand Supply里面 是可以分析到的 那特别在supply那边 我们又要担忧俄罗斯那边 可能又要减产 这个可以做我们简直要玩东西 这个通组来说 你要担忧俄罗斯那边 这个 而我们就是说 其实美国说有机会是进入一个所谓的衰退之外 其实我们说在环球里面 对于原油的需求仍然来说是大的 因为其实在美国加息加勒加是它自己的事 因为这个 大约那个国家 其实特别是中国 它都没有什么特别加息的 它都没有条件可以加息这个 所以我们在说除了美国以外 其实在全世界 是所谓对于油的需求 其实见得会怎样减 甚至可能再往后 这个是有一个缓慢地的需求向上升的可能性 这个是连击于Omicron 其实慢慢地真是会全世界当去流感化 甚至是时时地流感化 这个也都是会重新令到 国与国资丹那个的网内 也都是会正常的 那么前很多的东西的需求会高了 这个也都是变上来到原油的需求高了 也都会不及 还有最后就是说原油在近这几年里面 是由于新闻疫情的干扰 即使是这么高的油价 其实你见到是很多的石油公司 是根本不愿意去增加那个所谓的产能 即不是产能 即是说的是那个投资 OK 即关于是石油的投资 或者是设备的投资 毕竟我们全部都不肯去投新增的资源下去的 如果你长期都是这样的话 其实就令到那个是所谓石油的工业 就迟在紧张了 因为你不肯加大那个是所谓的投放产 加大那个资源 所以在总括来讲 说了这么多地益处理的综合那层 你会见到其实两边都是紧张的 两边都是困难的 如果你地益有紧张 供应有紧张的话 那你的油价怎么会大回呢 OK 当然了我重新 我自己就不是很做资源的 甚至也不愿意有某些资源 如果我认为它见顶 我甚至是会买跌都不出奇的 这个也是我们的基金的生意 所以我们对于整体的相反的角度 就不做好仓那样的 但是我要承认 就算我不做好仓也好 但是我自己都会觉得石油 就算是最坏的案件 它会去到很厚很厚 才会这个价格倒下来的 在中短期的情况 其实价格是很难的一些的 这个就算我不做商品股也好 但是我也都不敢看 有看得看得看